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的是 原本在这个礼拜六日有形成的侯友宜 突然砍了 怎么了呢 原来是挂病号了 来回顾一下 在723全代会这一天 侯友宜出现 当然一定要出现 展现大团结的气势 但是在723之后 感觉侯团队好像就是有一点比较沉寂了 再次出现的就是在7月27号 当时是因为台风来袭 他要坐镇新北市去指挥 不过当时听到他讲话声音 是有一点沙哑的打喷嚏 这时候人已经是感冒生病了 那在下礼拜他要出访去日本 所以现在先把行程砍掉 好好的养身体再说 但是即便在没有露面这段期间 对于政治话题来讲 身体他现在是虚的 但是要于参选的这些立委 小鸡们来讲 想问的是 那侯友宜这只母鸡的光环 能不能再增强一点 不要再这么虚下去了 否则我们要怎么样来靠你 好来先看到 在几天前引发争议的 这是在新北市要来选立委的林金杰 他居然是跟这个郭台铭合体 最主要的是 他当时发送的一些小物当中 就是一面扇子 扇子当中他还写 总统要力挺 这个郭台铭 吓坏了所有的国民党的人 不是要力挺侯友宜吗 你怎么会去挺郭 你是倒戈吗 好那林金杰的事后他有解释了 他说那个扇子呢 是属于庙方的文宣 庙方做的 所以他完全是不知行 他自己做的文宣呢 是上面清清楚楚写的 就是要力挺侯友宜 对此呢 党也立刻开了这个考戏会 那决定了 认为他是初犯 也要加强国民党的团结 所以只给他口头警告而已 那林金杰呢 他也在脸书上面发文了 就是希望蓝军可以整合团结 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整合的力量 事后他也检视他的发言 多为是礼貌性的用词 毕竟来者是客 总而言之呢 也是为这件事情呢 稍微道了歉 那侯伴部分怎么看呢 侯伴的发言人讲 在未来的路上 我们会并肩作战 不能再让支持者失望了 好那侯呢 自从有这个金普聪进驻之后 开始来操刀 但是操刀感觉 他好像是比较炮口对内 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营造团结 那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好有人就讲了 金普聪进去之后呢 反倒是原本呢 在帮侯友宜规划的 这些市府团队呢 也开始渐行渐远了 意思就是说呢 只有金普聪可以跟侯友宜 亲密的接触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 像以前呢 我们常常看 在选举的新闻画面当中 一个母鸡 一个参选人 到了某一个地方去 镜头一拍 旁边永远都是挤满了 很多这些要参选的人 为什么 就是为了要曝光嘛 我贴越紧 我在这个小小的荧光幕当中呢 曝光的机会就越多 但你看这一回的 侯友宜会不一样哦 旁边的小鸡 真的是很少耶 不只是很少人贴上去之外呢 就连侯友宜到地方去 也好像不会吃会 当地的议员或是立委 像叶元之子就讲了 侯伴呢 现在跟小鸡的连结 是比较疏远的 几乎都没有联系 到地方去造势的时候呢 也不会去找 在地的议员出席 好那时事评论员 黄阳明就讲了 很多小鸡 现在是跟侯友宜 保持距离的 这是侯友宜的警讯 他就举例 像是在七六 当时不是上凯道吗 那侯友宜也有去 按照以往的过程 一定是小鸡会贴在身边 但如果你回去 看这个影片 你会发现当时只有 侯孟凯在旁边 另外一个是戴湘宜 他的人都没有在旁边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警讯 是一个危机出现 那顾世亮讲 侯友宜的民调 现在下滑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支持者的流失 包含了像是 韩粉跟郭粉都跑走 因为目前在韩粉的部分 第一 就算韩国瑜在先前 在这个七二三全代会上面 跟侯友宜真的是 但是目前在网络上面 还是有四成 四成的韩粉 还是表达是不支持 侯友宜的 所以这是蛮伤的 那郭正在看第二题 就是呢 对于他有当总统的期待 但是侯呢 还是没有从新北市长的位置 调整过来 也就是说 他还是没有调整到 总统的战斗模式 这两点就是让他失分的 主要原因 国民党到现在感觉为止 从七二三到现在 还是没有团结 那到底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九月 等到十月吗 对此呢 执政执行长 柯志恩他这么认为 他认为现在的风暴 只是一时的 因为在七二三之后呢 已经重新调整步伐了 而且很多的地方的议长呢 跟立委呢 也会下乡做整合 所以要大家不用 见缝插针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 国民党的风暴是一时的 那当然现在呢 在七二三 我们已经定于一军之后呢 整个的步伐 已经重新来做一个起步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 侯市长的这样的一个看板 也慢慢地挂出来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不用见缝插针 就我的理解来看的话 目前我们已经 不管在各地方的这个议长 还有呢 各地方的立委 然后呢 不管是主席 不管是侯办的这个执行长 还有包括我们的 黄建廷秘书长 大家都会去做 下乡去做出 全国各地的一个 整合的一个工作 我还是相信说 这个目前的风暴 只是暂时的 那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齐心协力 那当然现在很多的名嘴 大家因为政论节目 大家都需要有些的素材 所以呢会不断地一个讨论 但是呢 我想国民党 所有的从政人员 就是整个内在 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军心 那我想侯市长 应该会调整这样的脚步 慢慢往设立 去做前进的 好 新美市议员呢 林金杰就是因为 有一把这个挺锅的扇子 遭到市党部 给予口头警告 立委李德维就讲了 他说现在的国民党 红杏就是画得 非常的清楚嘛 不可以帮友党啊 就是友人们站台等等 所以他呼吁小鸡们 现在玩这种小游戏 实在是没有意思 而立委呢 谢一凤缓杂 他希望郭台铭 跟侯办执行长金普聪 不要太为难这些小鸡们 因为大家目标就是一致 就是要争取国民党 国会过败 这些相关代表国民党 参选的同志小鸡们 也能够好好的自我要求 我想这一次擦枪走火事件 也给大家一个警惕 不管是考纪单位 或者是相关的小鸡 另外一个部分 我倒是觉得 国民党所谓考纪的红线 其实已经画得非常的清楚 那玩游戏我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倒是觉得每一个小鸡 应该好好思考党纪这条界线 而不要动辄表示不够清楚 我觉得现行的相关规定 都如同以前一样 非常的清楚 我们希望郭董在为宣布 参选总统之前 所有国民党内的同志 与郭董同台出席活动的时候 希望强调我们应该要团结合作 共同来下架民进党 对于郭董市长 以及侯伴的金执行长 我们也必须要强调 不要再为难小鸡了 小鸡希望可以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关键的位置上 守稳立法院的国会 希望可以争取国民党 在国会可以过半 监督的力量 共同来合作 来下架民进党 让台湾更好 好 受到伤害了 还有国民党的小鸡们 这是侯友宜的进办执行长 金普聪最近频频挥刀队的党内同志 尤其专挑这些要参选立委的小鸡们开刀 像是这个新北立委参选人林金杰 因为跟郭台铭同台现在被口头警告 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他说了 党中央如果没有定出一个明确的办法 林金杰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 金普通的动作 他非常明显 他其实不是针对小鸡 他针对是党中央 你党中央在干嘛 我来一个月了 你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没有弄 小鸡可以这样来气自如 这个就变得很难选 为什么很难选 因为很多人去巴着 郭台铭后的柯文哲 那我怎么去拉伙友宜 这个其实是个现实 那这个也不叫做砍 因为他没有党值 金普通没有党值 这不是党中央的主分嘛 他的不满一定是针对党中央 你到底在搞什么 金普通并不是秘书长兼侯友宜 竞权总部的执行长不是嘛 那今天会这样的话 你如果党中央没有动作的话 这样林金杰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大 现在党中央的规矩没有定下来 这个规矩其实很好定 很好定 为什么 就是你总统的部分不可能合 总统的部分以现在的态势来讲 不可能合 很多人讲就是 就让那个柯文哲去柯侯配 柯侯配 你用尝试去想 你知道不可能嘛 柯侯配怎么配 所以国民党为什么说 我们不可能富啊 我们怎么可能富呢 对不对 他的背景是这样 那可是如果是小鸡的合 小鸡的合当然是很简单啊 对不对 只要我没有提名了 我们去帮他 没有问题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